大家好,歡迎收聽這個《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19年8月11日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易德台仰》 另外也有我在澳洲的《珍BC》 大家好 加拿大加燦山 大家好 台灣許留山 大家好 大家好,節目開始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按Youtube上面有個小鐘 這個新節目就會通知你 好了,老許今天我們說什麼題目 要說說這個暴徒又稱這個蟑螂的新戰術 昨天8月10日 首次他們用了這個被譽為打游擊的方式 就是遍佈這麼多區 就是很多區都尿起這個戰火 那就令到其實很多區都會受到滋擾 就是在我們的眼中 就是可能在一般良民的眼中叫做滋擾 正常人眼中 或者說真的正正常人 是吧 我想要數出來都很難數 我基本上說出那個脈絡 我們大家一起評論一下 為什麼他們可以去到這麼無法無天的狀態 以及警方究竟是不是真的 其實是5050 應該說說的人一半一半 一半就說警方會這樣無力招架 會拖散到警方的作戰能力 另一方面就說他們因為聚不到那麼多人 所以才選擇這個游擊戰術 我現在說一說大概整個脈絡是怎樣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評論一下 好了 昨天這個主題就無謂了 他們叫做大埔遊行 昨天什麼議題都不需要理他們 他們之後六點到大圍 看到又開始聚集人 然後又開始燒雜物 就種火 之後其實他們就開始搭港鐵 搭港鐵就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們去不同的地方做出不同的地方的攻擊 做出不同的搞事行為 可以數一下 其實都很多一下 荃灣就有人去聚集 就是池棍聚集 然後大圍就有路障 就扔燃燒彈 警方就快出這個催淚煙 就驅散他們 之後他就再轉攻九龍 就是搭港鐵出到九龍 有些就去快閃就霸洪水 洪水就扔了很多那些叫做雪糕桶啊 垃圾桶啊那些就拖到出去洪水出面 就要射回催淚煙去驅散 封了一條隧道 之後再去到尖沙咀警署那邊 那邊也搞到要放催淚煙 還有那邊也搞到幾大事 那邊廣東道啊 彌敦道啊那邊都是密 那戲曲中心那邊就弱一點 戲曲中心那邊純粹射一些激光去那個雷射筆 射一些去那個叫做 戲曲中心那邊射一下 玩一下行為藝術那些這樣 比較再誇張一點那裡 打得比較厲害其實都算是尖沙咀那裡 因為那裡射催淚彈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幫人跟那些叫做市民很接近 射催淚彈的時候 令到那邊很多不同的平民都會中招 大埔都一樣 還有那個叫做 近旺角那邊 那個叫做太子道 那邊也是有中火的 中官來說他們現在是連中火 中火來說在香港是可以判得終身監禁的 即是跟謀殺之間的 很嚴重的 他們現在是不害怕的 這是很恐怖的事來的 是慣犯來的 大家怎麼看呢 他們現在採取這種叫做游擊式的戰術 他們都挺離譜的 即是在港鐵裡 即是霸了港鐵站 整大堆黑衣人 一起研究我們現在究竟在哪個區裡發動攻擊 還有他們現在有一個直播的地圖 顯示不同的區域 哪裏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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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放燃燒彈 哪裏正著火 哪裏正著做什麼 是一目了然的 即是靈目張膽都這樣 其實大家怎麼看 不如先跟他們說 其實你覺得他們 為什麼這次會用這個戰術 是不是想拖散警方的經歷 嗯 明顯是想拖散 一來 第二就是他們人越來越少 人越來越少 你聚不到一大盆人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打散去玩 用最少的人力 物力去製造最大的效果 所以現在就打散了 到處都放火啊 設路障啊 那好像那個路障啊 好像封洪水 其實是很短時間 只是封了15分鐘而已 因為警察一來 因為太少人了 就已經拘散了 現在這樣分散了 所謂的野貓式行為 造成是 很多 造成很大的滋擾了 對普通市民就是 那我相信 越來越少人了 因為這樣打散了 始終都不是辦法的 最後 最後一個一個 會更加容易捉 對警方來說 家燦怎麼看啊 家燦 是 是 首先呢 我講一下 這個連燈的傳出 他們 我偶爾看到 他們其實是故意這樣做 將這場戰爭引入民居 然後 就讓你殺錯兩萬 就好像那天是大衛站 是吧 還是什麼 射了進去火車 大衛 大衛 於是 那些人喘喘喘 他們的民宣組 就馬上做 你說你警察無良 有個女人 好像在深水堡的旺角 吸到催淚煙 過期催淚煙 大家留意一下近來 她們不停地 催去說過期催淚煙 目的就是 等你殺錯良民 就等更多市民 站在他們那邊 說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 另外就有群人 就在這裏罵我們的文宣就是要說警察721事件 我們一定要繼續打這個事件 就說警察是做這些壞事 眼同黑社會勾結 這件事令我們的文宣是早上風的 這場運動最重要就是文宣戰爭 他們早期都是文宣戰爭 那些人才站在那邊 但是正如台洋講 剛才我看見深水埗突然間突擊了一批人 網告隊 這次呢 VC說完吧 其實我覺得有擊戰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比較擅長打的 但是大家想想當時的共產黨 是捱得的 我聽回來的消息 為什麼他這樣呢 其實因為物資是不夠的 雖然何韻詩說 我聽聽阿佬的節目說 存了四千多萬還是五千多萬 我忘記了 近五千萬 幾千萬 發達了 因為物資是不夠的 物資是不夠的 或者說政府是拿一些辦法 去拖死他們的物資 讓他們慢一點 所以其實他們很難很快速的聚一批人 就是那些飲飲食食 他們內部都是這樣說 他們說這次和佔中有點不同 因為大家都記得以前一車車的食物 那些什麼 但是這次貌似都是難一點 就是糧草是少一點 或者難度比較窄 所以其實你說他分散來打 是不是真的好死到警方呢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 因為你拖入巷戰的話 其實因為警察是經過訓練的 那你一班叫做 叫做未經過訓練的 叫做樓扣 教學家產華差 那你始終有些東西你是不懂得理 而且不懂這樣 用那個好的地點去防守 所以我覺得最後來有訓練有數的人 是會贏這場戰爭的 是啊 我剛才阿珍BC這樣說 都不是不無道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昨晚的Live 或者看一些警察去抓人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網台又說 我們頂多一段時間 警察已經開始出現勞損了 他們拆不了很多個星期 勝利一定會在我們這一方 這個首先我就很反對 那你拖散了 即當你拖死了這個警察 那萬一這個市面上有些什麼劫案 或者什麼什麼那些 那誰去保護呢 即是誰去維持治安呢 是不是你們這幫黑衣兵團 這幫蟑螂兵團呢 一定不是 是不是 那麼 剛好看到那些片段 你看到呢 昨天警察是快速了反擊的 即是你看到 他是突然間衝到去 按下一些暴徒 示威者也好 什麼都好 是很快的衝到過去 你看著 警察揹著那些防部隊 揹著這麼重的裝備 是跑得比那幫人 是厲害的 即是那一刻衝衝 是很厲害的 因為真的訓練過 不是那些小運運 人家真的訓練過不同 即是我都在澳洲 這些紀律部隊 做過那些文職 即是contractor 即我們都要有少少操練 即是操練 即我有朋友 都在阿富汗打過仗 經歷不太好 都試過撿同伴的屍體 即是他們說 其實有時候他們訓練 是突然之間拿到直升飛機 即是說一下 即是一腳伸你下去 沼澤道 看你能不能回家 所以其實 紀律部隊就是紀律部隊 訓練過就是訓練過 所以最後你的體力 或者各方面 很多學生仔 學生哥都是 尿尿瘦瘦瘦瘦 即是像黃台一樣 你是可能 你可能耐力好 但你最後還是輸給這些 有訓練過的人 即是我覺得 所以不要再想 又是怎樣拖散 拖死警方 我都看到這些都很厭惡 即是還要繼續宣傳 那你只是想這班暴徒 以為警方真的會快要崩潰 那你繼續我們這樣的示威行動也好 賭亂也好 那你變成社會都是無有無知的 還有你這樣說法 你間接只是推進一班小孩去死 即是推進這班人去送死 他們都以為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 絕對是 好像 你不停這樣搞 就是你令到大眾 造成一個很嚴重的滋擾 你每一天都見到這班人 就算我本身是支持 就是這個所謂的反送中 但是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都開始會轉態 就是我看到有些人已經是這樣的了 這個姿勢實在太離譜了 你這樣的玩法 是 加燦你說 是 首先他們 我想他們誤以為 這些城市有敵戰 但是 首先 遊敵戰你要是很大的 你才可以的嘛 你在香港的地區就要大小 你們是利用交通網絡跟他鬥 但是警方都是有無限之餘的 如果你給他兩三天的回氣 就已經可以了 他觸龍小隊只有幾天 主要是嗎 現在那些年輕人 就是你講話 講話挨幾天可以 但是 警方他辛苦 但是他不斷地換班 都是 都有辦法的 但是你去那些人 是的 而且第二就是 我看到最近民情的轉向就是 有幾個平時是保守的 有不少保守 不過他覺得他不出聲 現在都很積極地去掛你的人出來 比如說 我看到你有幾個人的照片 只需要把你的照片上加一個口罩 就大約猜到你是誰 還有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家有沒有看到 郭泰的空中小姐 他們有一個叫做什麼 WhatsApp 其實全部電話都看到了 我是這樣看的 其實很多群組裡面 都已經有人在觀察他們 只不過等一個機會 一次過收網 我這樣看 其實我們 比較覺得 現在先讓子彈飛一陣 是吧 看好一點 再收網 一次過這樣打 我想是 是吧 是啊 甚至乎 甚至乎 我們的網友都不停 報料 傳一些Telegram screenshot過來 連我們都收到 其實大家 以為在網上很安全 其實都是公開 就是他們以為 Telegram很保障 他們 還是怎樣 就是 你沒有理由低估了 警方 他們那個 科技方面的能力 或是情報網 可以這樣說 是嗎 是啊 我覺得不是警方 而是民間自發有一個人 是很看不過眼 走進去 而這些人是平時不出聲 但是被你影響到的人 有些人是自己自組的群組 還有我們專門對付他們 有些人開始很看不過眼 他們根本 你核心的 是有幾個 你是接觸不到 但是一定 你下了指令之後 那些人就回相傳義 那些人就在這些中層的地方 滲了進去 不出聲 就是看著你 是啊 就是跟我們大部份支持者一樣 都是平凡人 但是真的看不過眼 其實我們也想說一下 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們一夜之間有這麼多支持者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支持者的增加數目 的增加率這麼快 都是因為這群人都忍舊了 所以聽我們的節目 是嗎 也是的 而且如果他們再這樣下去 他們是 反世是遲早的 而且你看他們的物資方面 剛才說起 大家沒有發覺 好像沒有什麼人再說 要去捐餅卡 捐那些 什麼 八戒禮券 好像沒有了 八達通 應該都負數了 用到今天都應該 哈哈 是啊 八達通都沒有了 根本無了期的 沒有結果的暴動 你一定是輸的 就是 如果現在那些所謂的暴徒 如果懂得想一點點的 應該要花家睡覺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情 我覺得不是吧 暴徒應該要自首 是啊 暴徒應該要自首 或者有興趣想參與示威的人 就不要再想那麼多事情 啊 怪怪的 我還有一個建議給他們 除了做 除了去自首之外 還可以做污點證人 即是 簡稱叫什麼 毒灰 毒灰 對 毒灰呢 坐小一點 做污點證人 我做污點證人 可以坐小一點 其實也有機會的 其實我也覺得 我們這樣說 其實已經很多人在做 我想 你看到勢頭不對 其實 我覺得 會的 會的 你這些警察 搓兩下 就害怕的 那些年輕人 其實 咦 要看哪個年輕人 如果他們 我們給一些心理戰 這幫人 先 這幫暴徒 你們要留意一下 看看身邊有沒有朋友 好像 敲一下 好像梁朝偉 敲一些摩斯密碼 給劉健明督刷 那個就是鬼 那些亨的鐵欄 可能就是摩斯密碼 身邊是不少鬼的 一定 所以跟你一起暴動 他們陪你一起暴動 你好好注意一下 這幫暴徒 咦 那陳浩天的倉 是否其實有人讀灰呢 明顯是 自己讀自己也不定 自己讀自己也不定 是啊 陳浩天是不備起訴釋放的 陳浩天是不備起訴釋放的 其實可能他是警方的鬼 有可能 所以他不是自己讀自己 明明 他讀了自己也有一個 我這樣看 比較陰謀論 看看偵探 他不是有一個機會 堂堂正地走到警局 走進警局 你知不知道 是 通常走進警局 這麼安全出來的 一定是有些事情的了 所以大家想想 這一節差不多 到最後我想說一句 首先多謝網友Melody亮 他跟我們做了一個 是啊 做了一個集合 是 是 感激 好 下一節再 下一節再